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2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中美贸易谈判 胡春华代替刘鹤 第2个是国家统计局 回应人口普查质疑 为什么会迟到呢,就是因为 我们已经准备好,然后发现了有新的回应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所以就会迟到,不是膨胀,刚才我看网友说 说我现在是不是膨胀 我身体是膨胀,胖了 我要减肥,但是人没有膨胀,这么就容易膨胀 那怎么能往下走 所以 我回应一下 那先说中美贸易谈判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说中共高层,其实就习近平了 他没说 没有别人会能做这样的决定,说 中共高层现在在考虑,让副总理胡春华代替 刘鹤出任中美贸易谈判的特使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新闻的可靠性 但我假设这个新闻是可靠的,因为 从华尔街的角度来说 他应该没有能力通过北京的渠道获得这个消息 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通报 然后美国政府里面的线人向华尔街日报通通报信,这种可能性是最大 所以呢 当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美贸易谈判 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应该会不久的,不久就会展开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刘鹤退,然后由这个 胡春华来主谈,那这是一个变动,你也可以把这个变动 看作是中国方面的一个部署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变动中间的含义 我们要分析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分析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 胡春华跟刘鹤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 你让他去替代 就让胡春华替代刘鹤来谈 意味着什么 先看他们的关系 中国政府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副总理特别多 然后是分工特别细 中国现在有四个副总理 主理李克强,然后副总理 有四个,那么四个,一个是韩正 韩正在这个副总理当中特别,为什么,他是政局常委 政局常委的副总理 就一个 其他三个副总理都是政治局委员 常委比委员高一级,整整一级,而且他的地位不一样,政治局常委 就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 副总理就不是 那么他是这样 上一届的副总理呢是谁呢,张高丽 刘元东,汪洋马凯四个 那么也是三男一女 这次接班呢,这一届接班呢就是 韩正,孙春兰,胡春华 刘鹤 那么接是怎么接呢 韩正接的是张高丽 汪洋交给,汪洋的职责交给了胡春华 马凯交给了刘鹤 然后孙春兰就交给了这个,刘元东就交给了这个孙春兰 就是 就是男的交给男的,女的交给女的 那他们的分工是怎么分的呢,他们分工是韩正 韩正管什么呢 发改委 然后是财政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林业和草原 住房和住 就是 原来就是住建部 这是韩正 然后孙春兰是教育 卫生 体育 退伍军人 胡春华负责范围就更多一点 三农 就是农业部 商务部 贸易 扶贫 那么其中扶贫呢 就是应该是,算是一个政治 算是一个政治任务 刘鹤就最少,刘鹤排名第4 胡春华排第3 孙春兰排第2 排第1的是韩正 那么刘鹤是管金融,所以金融稳定委是他负责 然后是工业,然后是科技 那么 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做了调整 刘元东呢,原来是管科技 然后这个孙春兰接刘元东的时候,科技就 转给了谁呢,转给了刘鹤 那么马凯原来是不管科技,那么现在刘鹤管科技 那么从分工的角度来看 中美贸易谈判 本来就是胡春华的 就是管辖范围 因为他管商务 管贸易 一管商务就一定管贸易,因为商务本身就是贸易的 贸易的一部分,只是贸易政策 他单独拿出来讲 其实他就是管两件事,一个是商务,一个是商务部 一个是农业部 胡春华就管了两个部门 那么理论上呢 本来当初就应该是胡春华去谈,因为他要管商务部 管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其实全部是对外 那当时让这个 让刘鹤去谈,我觉得肯定是 肯定是习近平点的将,当时刘鹤也很红 习近平很倚重他,他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密切 习近平走到哪里都带着刘鹤,就基本上挂在裤腰带上一样 那么估计是习近平点的将 点的将让他去 一个是放心,心里踏实,另外一个方便,因为他两个人应该是很密切 那当时的中美贸易谈判有个特征 非常重要的特征 是什么 基本上 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基本上是习近平跟川普 两个人谈 他们两个人在谈 像刘鹤也好,莱特希泽也好 这个 姆努钦也好 只是他们这两个谈判的这个白手套而已 他们具体谈 但是真正的 两个后面,站在后面的人是他们两个在交手 那么所以 第一轮贸易谈判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 个人色彩 你比如说像第一阶段 贸易 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 跟双方的谈判代表团,谈判有没有关系,有关系 谈判代表团谈完 并不意味着双方就可以签字了 真正决定这件事情签字的是突然 这个 川普谈完之后,川普搁了三天没理 突然有一天他想起来 觉得要签了 就直接给习近平打电话说我们要签 习近平说那我们要不要再 再把最后的工作做完 川普说不做了 现在就签 我明天我就要签 就连滚带爬,连夜就开始准备文件,就开始准备签 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所以 习近平当然,习近平最后是答应了,说那就签吧 那么最后协议是这么签 所以 第一轮的谈判其实 非常 非常突出的色彩就是个人色彩 一个是习近平的个人色彩,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川普的个人色彩 那么现在换回胡春华 我觉得由胡春华来谈,那估计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 就年龄 这个胡春华今年58 年富力强吧 这个胡春华63年 60后 63年,他今年58岁 刘鹤明年就70了 这个还是有相当 差个十几岁,那身体状况还是差很多 大家知道中美贸易谈判那中间是非常高强度的 一个谈判 那你现在看这个,习近平一出来带着刘鹤,刘鹤那头发全白了 掉的也差不多了,那基本上 你看到精神状态也不大好 就是我觉得第1个年龄跟身体状况有关系 这是第1个 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就是 和上一轮的谈判不同 这一轮谈判 之前是川普政府 现在是拜登政府 那么这一轮谈判,你看看得非常的清楚是什么 就不再是两个,一个国家主席一个总统之间的交手 那这种个人色彩就不再强烈了 那么这是第2个,第3个就是 那么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比川普时代 中美关系更,对抗的更激烈 对抗更激烈那谈判的强度 我相信会更大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既然这个,莱特希泽他们都变了 对吧 这个刘鹤在留着那儿也没有特别的意义,你说如果原来 这个川普连任 这个上来还是莱特希泽跟那个 姆努钦在谈 那也可能让刘鹤接着谈,熟悉嘛 反正现在这个戴琪也不认识 那干脆就让年轻的那个胡春华去 去谈算,我估计也有这个考虑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点,胡春华还有个特殊的身份 什么特殊身份 他就是 他就是原来的储君 什么叫储君 这个江泽民 江泽民开始这个中共领导人开始这个我们叫更迭 有序更迭 在江泽民 发生了一段到胡锦涛 正常更迭,胡锦涛又正常更迭到了习近平 那习近平到底更不更迭不好说,但是肯定 正常更迭,隔代指定,隔代指定是谁指定 胡锦涛指定 胡锦涛指定了谁 胡锦涛就指定了胡春华 胡春华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另外一个 胡春华就是接习近平做总书记 那原来的隔代指定的另外总理是谁 总理叫孙政才,原来是 原来是这个重庆市委书记 在2017年的时候,孙政才因为这个中央 中央巡视组,结果把这个抓到了胡政才的 胡政才的这个麻痺 然后稀里哗啦一路到底,最后还 查了一个什么贪污受贿给关起来 所以 孙政才是落马 孙政才落马之后呢这个 这个胡春华呢一夜白头 一夜白头 当时应该 说 这个胡春华在广东做书记 我印象中是广东做书记,忘记了 2017年 好像是 一夜白头 后来找 找这个习坛说 说这个 德裁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具备这个条件,意思就是 辞我不做储君了 后来这个习给他的评价是十大体 所以 所以的胡春华还是继续做了他的副总理 现在做副总理 理论上来说他真要接班的话,理论上他应该是 韩正的位置 他现在做的是 排名第三的副总理 那么也是地位也得以保全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胡春华是有特殊身份 那到底他接不接不好说 现在第1个 毫无疑问他没有坐在韩正这个 副总理 政治局常委副总理的位置 那理论上来说他已经不具有储君的地位 所以肯定不会是他接 但是会不会绕一圈又回来 不好说 但是这有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中美贸易谈判是 2020年1月15号达成第1阶段协议 那么中国承诺在2017年贸易额的基础上 未来两年 就是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就意味着中国要大幅进口,提高这个对中国美国产品的进口 那么在关税的基础上,关税部分 要到第2阶段协议才停止 那么之前 基本上是3700亿美元的关税,商品的关税 那么两国同意 就是两国贸易代表 定期 就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进行高层双边审核 华其人报说到目前为止 中美有关第1阶段协议的讨论只是在下级官员之间进行 那么最近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贸易代表 和中国财政部的一名官员进行了类似的 审核 这就是进展 然后今天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这个国会的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上听证会上说 美国将采取 措施 迫使中国遵守公平的国际贸易和 国际规则和贸易规范 他说 拜登政府正在和欧盟和英国合作 解决 波音和空客长期存在的 补贴争端问题 并且就解决主要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了 见识性的讨论 他还说拜登政府将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加大力度扩大疫苗在全球的制造 和分销 其中包括对生产疫苗所需要的原材料 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5月5号戴琪在金融时报的一场 研讨会上说近期会和 中国的贸易的对口的官员进行这个第一阶段写 贸易 贸易协议的这个检讨的工作 那么也就预示着 预示着什么 预示着中美贸易谈判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 这个阶段 那么戴琪 戴琪你可以看 戴琪的特点是什么 戴琪特点有两个 第一个非常低调 低调什么意思 政府官员没法低调 一出来就很高调 低调什么意思 就是 啥都不说 你看他啥都不说 你看他在任何场合 讲了一堆话 这堆话呢 我们把这个字扒拉来扒拉去一看 啥都没有 基本上啥都不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口风很严 就基本上 基本上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你基本上都听不到 所以口风很严 所以你可以看 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最活跃的是 最活跃的是 国务院 外交部门 所以他外交部 他最早去 去的部门 就是外交部 就是国务院 然后第2是谁 国防部 外交部 国防部 最活跃 其他的部门都不大出来讲话 这跟川普政府时期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们还能看到 我们还是要分析 那么从戴琪的 从他上任到现在一系列的表态来看 有几点 第1个 美国还是要谈 就是关于贸易谈判 美国还是会用 贸易谈判这个平台 和中国 进行周旋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去年 并没有完全理性这个第一阶段协议 那么美国会在这个谈判当中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 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是第2个 第3个 你从戴琪的言谈当中 你可以看到 戴琪的核心议程 不只是贸易顺差 逆差的问题 就美国是贸易逆差 他的重点是在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承诺 这是他的重点 对川普政府来说 川普政府也提出 其实整个结构性改革是谁提出来 川普政府 莱特希泽提出来 莱特希泽是个非常专业的谈判 谈判代表 他的这个业务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他提出来的整套方案 这整套方案非常的细 但是呢 川普政府的 这个核心议程是什么 贸易顺差 为什么是贸易顺差 因为跟川普的选举有关系 只要谈贸易顺差 那么中国要买东西 中国买东西 重点买什么 买两样东西 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农产品 农产品 农民选票 指向的是这些 那么 戴琪跟莱特希泽的手法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 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关税 关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和工具 莱特希泽是用得非常的 用得非常的厉害 上来 把关税上上 关税上上 中国那边就很大的压力 这是 你可以看 就是戴琪他们上来之后 没动他 留着 别人问他为什么还留着 他说我们谈判 还得有砝码 所以他这点是非常像的 非常 他们是共性的 但是还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 对于戴琪来说 关税是砝码 可见他的目标 并不完全是在贸易顺差上 他的目标还是在后 他更看重结构性改革 大概是这样 好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 我们隔一段时间会梳理一下 看看这个 他会是一个下一阶段 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今天出了一个公告 就是回应 回应什么呢 回应 就是外界的质疑 那么公告是这么说的 公告是说 社会各界 数据发表后 社会各界给予了极大关注 也有网民对个别数据提出了一些疑问 那么就有关问题 说明如下 他说明了两点 第1点是什么呢 第1点就是 普查0到14岁少儿人口和历年出口人数 人口数据的关系 在 之前的一个问题当中是这样 就是说 在知乎有个网友 提出一个问题 说是把0到14岁 的这个 这个人 这个人口组 人口组的数据是多少 2.5338万人 2亿5338万人 这是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然后呢 他把 从这个200 他开始是把2006 07年 到2020年 出生的新生人口的数据 加在一起 理论上跟这个0到14岁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15年了 就把过去15年新出生的人口 的人数加在一起 加总应该跟这个 就是应该是2 2亿5338万 结果得出来的数据差多少 我看一下差多少 我们上个节目有看到 差了多少呢 差了 2650万 相差了1450万 和现在的人口数据 差了1450万 这就是 当时的 就是 这就是现在 外界质疑的问题 然后他就说 他说呢 国家统计局的公告说呢 这个 普查 结果显示 2020年我国 0到14岁人口是2亿5338万 这个数据确实与 相应年份公布的出生人口规模存在一定差异 他承认出现了差异 那么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差异原因 首先 两个数据的来源不同 很搞笑 来源不同 不应该是熟途同归吗 他说呢 这个普查呢 每10年做一次 普查呢 普查之间的这个 调查呢 是抽样调查 就是非普查年份呢 是抽样 抽样数据推算 那么普查呢 是就很全面了 意思就是 他说呢 由于抽样调查 误差的存在 所以呢 利用抽样 抽样比推算的人口总数 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反映在数据上 就是部分公布的出生人口偏低 这是很搞笑的 你要偏低 都偏低嘛 都偏低 你也该修正一下 你为什么 而且你想一下 15年的数 你想0到14岁 他其实是跨越了上一次的人口普查 对吗 那你上次人口普查 你既然 你既然 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上次人口普查之后 你那些数据你不修正呢 对吗 他说那个 所以呢 普查呢 是全面普查 所以不需要进行 推算 而且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所以呢这个 普查的漏灯率仅为0.05%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 普查之间的 调查 人口调查 是抽样 然后推算出来 所以误差比较大 然后呢这个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 这个 人口普查呢 就很精确 就不会漏算了 不会漏算 这个解释通吗 这个解释其实完全不通 为什么 他后面讲 他后面提出来 他说 如果有误差怎么办呢 他说按照惯例 普查结束之后呢 就会对普查结果 进行修订 就让他更加真实 这个问题来了 我们刚才讲 0到14岁 0到14岁 中间是15年 15年 其实横跨了两个普查 其实上个普查 理论上来说 你那5年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吧 你没有修订过啊 你从来就没有修 上次普查之后 并没有对 上次普查跟再上次普查之间的人口数据 进行过任何一次修订啊 而且再上次普查 你也没有修订过 你为什么讲这个会修订呢 对不对 这是第1个 第2个 就算是 你有误差 你也不能误差出1500万人 口吗 1500万是什么概念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个全世界都在讨论的一个笑话是什么 他说呢 这个人口呢 第7次人口普查的人数是 14亿1178万人 然后2019年的数据呢 是14亿05万人 然后增加了1173万人 然后其实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公布的当年的新生儿的数量是多少 1200万人 1200万新生儿 你当年增加了1200万新生儿 然后你的人口增加了1173万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全年 当年全国 死亡人口 27万 这不是很搞笑吗 14亿人口一年 只有27万人死亡 怎么可能 交通事故都不止啊 交通事故都上百万 你怎么会这么少呢 然后 他就解释 他说 哎呀这个 非复查年份的人口数是根据当年抽样调查推算的 由于呢 这个推算的这个 漏灯率比较高 造成的人口总体会存在一定 总体数量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偏差会不断的累积 对年度数据以及2019年数据的准确性肯定会造成影响 你想一下 你一年公布一次人口数据 你公布是当年的人口数据 你又不是公布是过去的人口数据 怎么会存在不断的累积呢 误差怎么会累积 你这是一次性的呀 所以 这都已经 当然我理解 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国家统计局的策略 没有别的 就是一条 就是把2019年的数据 放弃 就是你不要相信2019年的数据 你相信我这次数据就够了 2019年的数据和以往的数据 都是错的 讲到底就是这个 那么 他说怎么处理这个不一致的情况呢 他说就是修订 但事实是什么 事实他根本没有修订 第6次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之后 他并没有对 第6次人口普查 以前的 就是两个普查之间的 数据 进行修订 没有修订过 所以他明显是在撒谎 所以 我们刚才讲 这两个 被质疑的最多的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什么 第1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这个 0到14岁 这个人数的问题 出生人数的问题 他解释不通 解释不通的就说 常年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你常年的数据都不准确 人口普查也能准确了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口总数的问题 人口总数的问题 意思就是 2019年是不准确的 2019年不准确 所以你用那个减呢 减不算 你一年的统计不准确 怎么会存在累计 累计误差的问题 这里面没有累计误差的问题 所以他就 实际上呢 这个数据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他没回答 什么问题 哪个问题 就是 就是什么 他不回答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 最核心的问题 他没回答 哪个问题 就是 65岁以上老年人口 的暴涨的问题 这个问题 他当时就是 第7次人口普查 他算出来的是什么 65岁以上的老年 老年人的人口组的这个数据是 1亿9千万 1亿9千零六十四万 这个数据跟2019年比呢 就增加了1461万 而当年死了多少人 当年死了 就死亡人口是1427万 你把增加的1461万 加上 1427万 的什么呢 的这个 这两个数据加在一起 就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 1955年 1955年的数据 这个数据他没有解释 这个数据是 如果他说1955年的数据也是假的 那你国家统计局所有的历史数据都是假的 这个数据他没有解释 他没有解释 你看啊 65岁以上的人口 是1亿9千万 2019年是17603万 增加多少 增加了1400万 然后当年死亡人数是1427万 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就是当年2020年必须有 超过2880万 88万的老人 补充进入65岁的人口 也就是说 头年是64岁 第2年 65岁 你才能够解释 人口才能增加这么多 那么我们说个大数就3000万 因为你中间还会有人死亡 那你就要查什么呢 查65 周岁的老人 1955年有多少人 1955年出生的新生儿 你现在的 这个65岁的人就当年1965年 1955年出生的老人 那1955年出生了多少人 2000万人 差1000万 这些人全活着 一个都不死 活到现在 当你一个个统计下来 还差1000万 那除非你讲 第一 去年的老人数据是错的 错也不能错出1000万来 第2个 当年1955年的新出生的人口也是错的 那你统计局干什么 你所有的数据都是错的 你以后怎么交代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差距更大 差距 你想一下 19000万中间差多少 我们不说差 我们不说差2000万 你至少差了1500万 就一个年龄段 你就差了1500万 你数据 数据质量 是现在数据质量的问题 还是历史数据质量的问题 还是去年数据质量的问题 不管是哪个时期的数据质量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都是有问题 结论就是这个 所以他跑出来解释 解释这件事情 其实 其实就没有解释 其实这个解释就是没有解释的解释 所以国家统计局 他的策略我很清楚 第1个 只回答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就是 总人口 的问题 第2个问题是0到14岁 人口的数据问题 第3个 65岁以上的人口不回答 他这个回答不了 这是第1个策略 就是不回答65岁的问题 第2个策略是什么 把去年的数据卖掉 丢居保算 保住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把去年的数据卖掉 或者把历史数据卖掉 就是这样 他现在的这个辩护 辩解策略就是这个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题目讲了一下 我看了还有点时间 我就 做一个 今天有个网友在这个 在聊 在这个 在 评论区 金圣细腻撒戈尔王 再留一个言 说不同意对反思汉族特权的说法 我回应一下 先把他的问题 念给大家听 他说 不同意您对反思汉族特权的说法 和白人特权一样 任何国家的主体民族特权 都同时是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思想来源 这也是 这种政策给普通民众洗脑的结果 黑人平权运动中 大家反思白人特权 并没有把政府的责任 转嫁给普通民众 只让民众反思 而政府可以无动于衷 继续为恶 而是要让政府更彻底的放弃种族主义政策 为什么你会觉得中国人或者是汉族反思 汉族特权是打红炮 是把政府的责任转嫁给普通人的 我给他回应了一句话 我说 你说的不错 来 你到节目里来说 我来回应你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 我就直接就回应吧 那么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就是 汉族人 两个问题 其实 金色细腻萨戈尔王 其实讲的这件事情 最近在推特上有两个讨论 第一个讨论 就是汉族 汉民族是不是需要 向维吾尔人道歉的问题 认道歉 道歉 就是说的这个 特权种族的问题 第2个问题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更特别 说 汉族是不是中国的白人 汉族是不是中国的白人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 有点类似 就觉得 汉民族在中国是特权阶层 特权民族 然后他对其他的少数民族 做了恶 至少是政府的帮凶 欺压其他的少数民族 我就整体的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 陆陆续续都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 我又不大愿意他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 误解 我今天就完整的答 第1个 中国的汉族 在中国的历史上 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 有吗 有 一个是蒙古 蒙古人把 这个灭国 把宋朝灭国之后 那么整个蒙古民族 在 中原这个 就中国 中国这个领土上是处于特权阶层 一个是蒙古人 那么蒙古人都是特殊的 都是高高在上的 整个蒙古民族 其实不仅仅是蒙古 当时有九个社会阶层 九级 当然 汉人是最低的那一级 蒙古是最高的那一级 中间还有其他的民族 但是他排下来 中国是最低的 那么整个的 蒙古族 在当时的 中原地区 他就是 特权阶级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清朝 清朝也是灭国 其实清朝占领中国 占领 灭掉了大明 明朝 然后他成为这个 整个中国的这个统治阶级 所以当时的清 就是满足 满足整个民族是特殊阶层 特权阶层 那这个 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 这并不是中国历史啊 这是 这并不能够讲他是 蒙古族肯定不是中国历史 只是中国灭族的 灭国的历史 那么在中国 这在中国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 有两个民族是有 整个民族具有特权的现象 除此之外是没有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现在 汉族是不是在中国 算不算特权阶层 当然不是 汉族你觉得你是特权阶层 我是没觉得我是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 这跟 白人在美国的地位一样吗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吧 美国的白人 跟中国的汉人 汉民族 汉人 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大家觉得大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选票 对吗 美国他每一个 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张选票 这张选票是什么 这张选票就是他的政治权利呀 他对这个国家是有发言权的 这个国家是不敢得罪他的 政府是不敢得罪他的 对吗 而且 这个总统是由他选出来 这个州长是由他选出来 他是有政治权利的 中国汉人有政治权利吗 中国汉人没有政治权利 在中国的这个权利金字塔当中 所有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没有政治权利 他们是被 统治阶级踩在脚底下的 统治阶级是谁啊 中共党员算不算统治阶级 不算统治阶级 9600万统治阶级 拿那么多人 政治 中央委员吧 中央委员吧 就那几千人 其他人都在脚底下 大家只是 不同的位置而已 都是被踩在脚底下 所以 中国的汉民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 他们的政治地位是没有区别的 只不过呢 中国的统治阶级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更恶劣一点 那你说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 这个矛盾当然是 少数民族跟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那么其他民族之间有没有差别 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 那么这差别 是什么差别 是奴隶之间的差别 有些奴隶在烫衣服 有些奴隶在 你看《红楼梦》看见没有 习人是干什么 习人陪祖族睡觉的 外面那个婆子是干什么 婆子在那干出脏活累活 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两之间有没有互相欺负 有互相欺负的事情啊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 他们属性的一致啊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清楚 所以把中国的汉人比作美国的白人 太可笑了吧 这没有常识啊 对不对 美国的白人他有什么 他有选票 美国的黑人他也有选票 这个怎么来的 当年的 民权运动争取来的 当初美国 为什么在美国的种族歧视 和中国的歧视不是一件事情 原因在哪里 因为美国的种族歧视 他是可以改变什么 改变制度的 他的这群优势的 或者是具有优越地位的人群 他可以建立新的制度 去歧视另外一群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有政治权利 你有吗 汉民族有吗 汉民族有这个权利吗 没有 所有的制度是谁建立的 中共建立的 谁都没有权利 只有中共有权利建立这个制度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这是一个 基本权利的差异 所以我们讲 我经常讲 中国人是最没有条件 去嘲笑其他国家 种族歧视 各种歧视的 为什么 中国遍布歧视啊 为什么 他就是个等级的国家 最上面的统治阶级 用等级来管理这个社会的 你以为你在上面 你比他高一点 高不了多少 都是努力 你只是 你只是陪睡觉 他在那扫地 那在批财 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都是奴才 他属性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 非常不赞成 说 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这个 习人和那个谁谁谁 和那个丫鬟之间的矛盾 他们之间有矛盾 当然有矛盾 他们的地位不一样 有差别 但他们都是农才 你讨论他矛盾干什么 你核心的矛盾是你跟 宝玉之间的矛盾 跟统治阶级 跟贾母之间的矛盾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我一直认为 大家都应该很明白这个道理 结果原来还真不明白 所以 中国的汉人 不是 美国的白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你是统治阶级的奴才 大家完全没有可比性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自我感觉 还有人在提什么 说这个 汉民族的优越感 我不知道你的优越感 优越感就是陪祖子睡觉了 你有优越感 但你这个优越感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知道这个优越感从哪里来 最后习人去哪里了 习人的下场是什么 不就配了个小子吗 架出去了呗 有什么呀 这有什么优越感 我不知道这个优越感从哪里来 好吧 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最近 这个互联网这一系列的讨论 我们就一次性的回答一下 中国的汉人 和中国的少数民族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都是一群 在这个国家没有政治权利的人群 他们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了 被谁剥夺 被中共剥夺 中共在欺压他们 他们之间待遇有差别 但是本质是一样 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根本性的矛盾是什么 跟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才是根本性的矛盾 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清楚 就不要讨论政治 好不好 好吧 我讲完了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 好吧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我看一下大家 如果需要的话 如果还有 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来讨论 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 行吗 鸣谢 谢谢 闪电233 谢谢 老楼王 谢谢 问候王先生 开车听课 OK 玉昕 谢谢 三门高 谢谢 观点 打卡悉尼 王老师每次的数据分析正确 利润逻辑清晰 对中共谎言的揭露和打击 威力强大 观点 统计局的意思是 数据是不准确的 你知道 我知道 我也没办法 大家不用较真了 我也编不出来更好的 各位不必浪费时间了 卖掉去年的数据 可以理解 但是你把所有的历史数据全部卖掉 那你这统计局还办得干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 我觉得 这基本上跟自己打自己脸没有区别 就是自己删自己耳光 你想一下 那不是误差 那不是误差 那是错误的数据 其实国家统计局在讲这些问题 问题的时候 他没把数据讲出来 把数据讲出来就知道 那其实不是误差 通常统计 统计都会有一个告诉大家 我的误差有个范围 我的范围是多少多少 正负多少 作为统计局呢 理论上来说 他也可以提出来我有误差范围 大家请看一下 我们看出来的这个错误 它是数据错误 他不是误差 那是错误的数据 所以 国家统计局出来 就是自己删自己耳光 其实大家都知道 删耳光也没有用 那不是误差 那是错误 情况 根据2021年2月8日由公安部 护政管理中心 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 截止2020年12月31号 出生并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是1003.5万 如果净 总量 净增加 1173万 那么2020年 强国压根就没死人 就是这样 就是没死人 那大家都憋着忍着不死啊 什么鬼 观点 打开这份人口统计普查的统计公报 数据专业不专业先不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所谓正能量 但凡能从缝隙 数据缝隙里扒拉出来一丝一毫的意义 在该段的结尾都被特意加上绝对政治正确的总结 非常正确 你就说 今天还有个什么 今天非常搞笑 我其实我本来刚才想说的 但是没有时间了 我还是要讲一下 华春莹 华春莹说这个 这个 说这个西方国家 说 这个 他说中国人口总数 继续增长 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他这么说 他说那个 汉民族增长 少数民族增长10.2% 这个汉族增长4.9% 少数民族这个比重还增加0.4% 然后就说美国媒体 美国媒体 这个人口危机是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 说这个 美国媒体记者如何摇身变成人口统计学专家和社会学家 然后就骂了一通美国的媒体 我不知道包括我 我估计也包括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我们所有的在网上提出问题的人 都不是人口专家 你看网上知乎里面提出的问题 都是什么 都是简单的算数 加减乘除 连乘除都没有 就加减 需要人口 这些数据上的错误根本 跟这个专家不沾边 问题说明什么 说国家统计局犯的这个 出现的这个毛病 出现的这个问题 都是非常低级的问题 非常低级的问题 所以 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看华春莹跑出来 跑出来这个骂美国媒体 包括我吧 我也算美国媒体 说明什么 说明真骂痛了 真的骂痛 就是统计局 这一炮出来之后呢 就打了他们自己 打了他们自己 情况 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参与 参与过某种造假 我曾经在当地业大授课 有一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我不得不连夜编造 学生平时测验成绩等文件 问题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有这项要求 在中国 很难不说谎 所以中国人说谎 张嘴就来 一点压力都没有 中国把说谎 改成什么呢 编故事 找借口 用各种各样的名词来代表说谎 其实就是说谎 所以中国人要改 要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不说 从不说谎开始 很重要 从头到尾 不说谎这件事 对中国人来说 有点难 但是要让自己更好 首先就是要从不说谎开始 观点 在美国上学 老师们时刻提醒我们 学术诚实 绝对不能对数据造假 从事科研工作以来 我的老板一直告诉大家 编造数据其实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实验失败就失败 但如实汇报数据 并且 及时改正实验方案 才是最快 最省事的办法 情况 我也在美国上大学 前年物理课 一个班的学生 把考试题目泄露给另外一个班 我们整个班被教授狂骂半个小时 从来没见过教授那么生气 伊朗裔的老太太教授 如果 物理课 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 成绩再好也没用 一个科学家 没有科学的态度 考试泄露题目 当然 这其实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经常被人讽刺的政治正确 很多人不喜欢我说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很重要 政治正确就是 就是普世的价值观 情况 台湾从2010年开之后 就不再进行人口普查 因为所有的出生和死亡在 护证机关都有明确的登载 只要进行抽查就可以调整 大概的误差 中国的监控比所有的国家都严格的多 还有严格的户籍制度 仍然要用普查的方式 在统计将近五个月之后 才公布结果 中国的科技就这么落后吗 是的 就是这么落后 中国的监控 中国的监控就是 抓民运 抓异议分子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功能 一道其他用途全部都录不了 提问 真实的人口数据和年龄结构 对多家政策非常关键 而继生委做多做少 各次普查数据 是出于本部委的利益 两者是互相矛盾 而国务院在20年改变人口政策的 次优时机不改变是无知 还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 没有利益集团博弈 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继生委在做 你想一下 他制定政策 他去做人口普查 他最后制定这个人口政策 他结果是什么 一定是造假吗 他造假要和什么吻合 和他制定的和之前他制定的政策吻合 否则他这政策就出错了 所以他一定是数据造假 所以你用这个寄生委来负责人口普查 那当然会是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情况 我以前清华一个同学毕业就去国家统计局 他的说法是上面要什么数据结论他们就出什么 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 提问 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究竟是小学生让他们 边来骗人的 还是 他们边来骗小学生的 反正 反正如果他用 他说2019年的数据 2019年的数据是错的 所以那个数据不能够用 所以呢就 来 原他现在的这个 这个统计结果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他基本上把一个统计局的声誉 放弃了 就这个意思 情况 当我知道开征房产税这件事之后 莫名的有种开心 但仔细思考下 这不就是当年斗地主的时候那些农民的心情吗 我憎恨那些炒房客 犹如当年农民憎恨地主一样 像文革时目不失丁的人憎恨知识分子一样 如果每个人都对那些打压的人没有同理心 实际是变相为镰刀歌颂 那些镰刀最终会落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观点 用胡春华谈 习只赚不输 谈得好 用人得当 谈不好 胡就旁边休息一会儿 也挺好 美国有种说法 主要针对习 而不是党 这也有可能影响谈判的因素 就这个因素来看 用胡谈判对中共有利 这怎么会对中共有利的呢 不理解 怎么都是对中共有利 是吧 让 刘鹤谈对中共有利 让胡谈也对中共有利 怎么对中共有利 就是大胜也是赢了 大败也是赢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提问王老师 网上有个观点 CCP是被欧美扶持起来的 现在成为最强劲的对手 现在欧美 得为这个结果买单 所有的责任都是欧美嘛 对吧 什么行为都是对中共有利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 当时不让CCP进入世界大家庭 说不定现在早玩不下去了 至少不会对自由世界威胁这么大 但CCP的胃口已经不在国内 欧美选择所谓对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更像是自卫 说简单一点 就是觉得当时应该让CCP自生自灭 老师觉得这个观点正确吗 当然不正确了 世界有那么简单 我们经常 我们脑子里是不是永远都有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过百万英镑 看过百万英镑就你就会 中国人很受这种故事的 是很接受这种故事 就是一个人在台前很风光 其实他背后有两个富翁 他只是台前后面还是有个阴谋 CCP是不是欧美扶起来的 当然不是欧美扶起来的 CCP本来就没捣过 他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存在 他只是跟 西方国家 美国吧 我们就说美国吧 美国跟中国联手去对付苏联 用一个相对弱的目标 跟相对弱的目标合作 对付一个 更强大的目标 从战略上来说 你觉得错吗 不算错 至于说这个玩不下去了 让CCP自生自灭 你说扶持怎么扶持 送钱吗 能送多少钱吗 那么多人怎么送钱 我觉得首先有两点 我觉得我的意见就是 第一个 我还是劝大家有一个基本的 对这个世界的历史过程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到底 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 9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 搞清楚 然后中国怎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获得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怎么做 我觉得大家要把 基本的这些事实要搞清楚 再来去评判 就比较好 我们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现在对这些基本的事实完全空白 然后就喜欢用 讲故事 看故事 讲故事 所以我们没有讨论的 前提 讨论的前提就是 我们要对一件事实有基本的认知 以这个为前提 我们来讨论不同的看法 如果连基本的事实的认知都不具备 怎么讨论 所以没法讨论 提问 中国以外的共产党 比如日本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 跟中共有什么联系吗 苏联解体后 这些共产党还有联系吗 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 原来这些共产党都开始单干了 观点 中共的干部都是螺丝钉 装在哪里都行 党管一切 并不存在什么外行内行 只要上头有人安排一个岗位 总是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切都是政治需要 非常正确 情况 有新闻说 林郑月娥宣布 香港将与内地公务员互相挂职 请问王老师的看法 香港正在变成另外一个中国普通的城市 所有的东西 发生在中国的所有的恶 都会 在香港出现 就我们有个专题 咱们讲过这件事情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观点 中国国内的防盗们挡得住小毛贼 但是挡不住一党专政下 国家机器的 恐怖铁拳 美国人的不安全感来自人群中的犯罪嫌疑人 中国人的不安全感来自于独裁体制下的暴力机器 两者不能混为一台 认为中国比美国安全的人纯属一页 章目不见泰山 美国有没有不安全的地方 有了 美国很多地方都不安全 美国很多地方都不安全 治安有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但是 很多中国人觉得 中国比美国安全 我觉得 这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到媒体呀 你怎么知道中国安全 我知道美国有安全的地方有不安全的地方 但是 中国肯定不安全 我知道中国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的媒体一个刑事案件都不报道 那你怎么知道他安全 对不对 你要是把刑事案件报道一下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说 像49中学生跳楼的事情 在美国全国的 全国广播 全国的新闻机构 全国性的新闻机构一定会报道 中国会吗 你见过吗 地方媒体可能有报道一下 全国性的媒体报道 根本不报道 那要报道 报道多少 那你可以看得很 你的观感完全不一样 情绪 从简单的数学逻辑看 一对夫妇生一个娃 两对夫妇两个娃 结婚再生一个娃 再和另外两对夫妇的两个娃生 的一个娃再配生 再生一个娃 如此类推 用这种模式推算 人口数量一定是道金字塔的形态 结论是人口数量只能是越来越多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数学作业 用脚后跟都会明白 他们既知道他们说谎 但是他们不怕 因为人民没有权力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他知道 你知道 他知道 他撒谎吗 他知道 你知道他撒谎 他知道 你知道他撒谎 他还要撒谎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 没有关系呀 情绪 一个谎言需要十个谎言支撑 若不想被人质疑 那就别说谎 多么简单的道理 还需要每天跟世界媒体怼来怼去吗 简直是地球之矮 情况 继成都49宗事件后 武汉大风 大风中高空作业上升的两个工人家属同样 提出几个疑问 施工方未就天气情况 预警 进行预防措施 仍然要求施工 发生事故后 应急预案不得力 人员遇难后 善后不及时 家属因此被殴打 手机被抢走 而且有人抢走两位遇难工人的遗体 很多 中国天天抢遗体 这个非常 就是 你就觉得 在中国家人遇难 然后他的家属就被当成什么 就没把他们当人看 家属就 简单的说 这些家属 就没有被当人看 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观点 中共的洗脑从幼儿园开始 让人从小说着似懂非懂 似是而非的话 而对于撒谎脱明 我记得直到高中我才意识到 国民党的全称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 只是不懂事的时候开始几乎 所有接触到的宣传都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我脑中自然把它看作一个词 当然今天的国民党也是真的配得上这称号 是的 情况 几次点赞 就转眼被剪掉 不知道为什么 罢了 还是针对我呢 观点 为了拒绝身体的膨胀 请王老师少喝高糖饮料 比如可口可乐 我喝可口可乐是被管制的 我们家有个小领导 我每次喝可乐之前都要向他请示 所以不容易的 请大家放心 我不是喝很多 我只是 偶尔喝一瓶而已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